老婆想走老 狠父過後殺三骨肉 一家人齊齊整整這一夢 永遠都再見不到了 事關35歲的她 懷疑受情傷狠下毒手 殺死三個寶貝仔女 其實他們兩夫妻 小時候已經稱梅中馬 還到同一間學校 本來很幸福地結婚 還生了12歲的大兒子 和分別7和8歲的女兒 但去年年中 她當第一間Open U重返校園 還對教授有意思 還未發展出婚外情 她就和老公攤牌說想離婚 誰知道到了7月有一天 三個子女和老公都突然失蹤 警方找了四天 終於發現三個小孩 服屍在一個郊外景點 其後也是附近一個原來底 找到爸爸凱莉的屍體 法醫報告說三個小孩 都是被人用利刀割後致死 而兩個女童身上 亦由多處到上 目前證實空氣上 有凱莉的手指毛 懷疑她和案件有關 凌訊會繼續進行 中文字幕提供